大家好 这段要跟大家 说明 教你下载 LOL 之游戏主程式 还有 申请一个游戏账号 这边是 简介 先跟大家说明 注册一个游戏账号 由于我已经用过 所以这边用 图片来跟大家说明 你在浏览器的网址输入 LOL下载 或者是 搜索栏位 输入LOL下载 那会出现这三个网址 你随便点进去 其中一个都可以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ZHTW ZHTW是什么意思 台湾区的意思 那我就点击中间这一个 点击免费 游玩 点击建立 RIOT 帐号 建立账号 这个部分 区分两种 上面这个框框 你可以使用自己的email 注册一个游戏账号 也可以用 这一些 多媒体 账户 其中 一种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后面的这一种 不用输入 帐号 紧密码 你只要按一下按钮 就可以登录了 这段教学就 用Google 账户 来 关联 RIOT 游戏 账户 这个地方 请大家 注意一件事 因为有的时候 脑子空空的 会看不懂这个界面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左上角这边有一个 使用 谷歌账户登录 这边是指你要用哪一个 谷歌账户 来 关联 关联 RIOT 账号 他是这个意思 那这边就是选择 账户 点击这边一下 假设我现在要用这个 谷歌账户来 做 RIOT 之 游戏 登录用的 账户 那么就点击这边 这个界面是确认用的 他的意思就是 现在要做RIOT 账户 的登录 要用这个 谷歌账户 确认没有错的话 就点击 继续 其实这个界面有没有 你只要是使用 Google 账号 的登录方式 用来 做某个 网站的登录 或者是 某个 App的登录 一定会跳到这个界面 你选择好要用的 谷歌账户 确认没有错 这个指的是要登录的 网站 或 App 这个是 用哪一个 谷歌账户 确认没错的话 就点击 继续 接下来有一个 界面 这边中间有一串 中文说明 那这个地方是建议大家 直接点击 建立 帐号 因为你使用 关联旧账户 有没有 有的时候那个 新旧 账户的资料 如果有冲突的话 那可能会有问题 所以我这边有跟大家 说明 搞不太清楚 这边这个 是什么意思 直接点击 建立 帐号 那接下来就是 输入 出生日期 好了之后点击 下一步 上述 都OK之后 接下来就是下载 LOL 安装 紫星档 点击这个按钮 假设没有出现 这个下载 画面 点击右上角 我的账号 再点击 下载游戏 接下来点击 这个 LOL 安装之 执行档 大家 如果要使用 档案总管的 精简模式 请参考 这一篇里面的教学 显示方式 就会变成这样 然后点击 安装按钮 等这边的进度 条 跑完 安装的过程中 有一个 Windows Defend的 防火墙 之 确认视窗 左边这两个 打上勾勾 然后点击 允许存取 如果你不小心 没有按到 或是 跳过该步骤 请大家参考 这里面的 教学 做 后续的处理 DNG 左下角的 安装 DNG 安装 安装好了之后 右下角 会有一个 讯息 他是 他是 叫你 将电脑 重新 启动 那这个就是 避免 城市有没有 没有 连接到 网记网路 很容易卡住 或者是 发生 闪退 因为他 因为他这边 同时 执行 Ryot 登录 界面 LOL 主城市 还有一个 防作弊城市 同时执行 三个 其中有一个 没有 连接到 网记网路 就很容易 卡住 或者 发生 闪退 再开始 上面 滑鼠右键 重新启动 好的 那这段的 说明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耐心观看 此段 教学 支持我 这个 频道 记得按赞 及 订阅 谢谢大家